公元1050年4月的一天 有人突然在北宋首都汴梁繁华的大街上 自称是当朝皇上宋仁宗的皇子 消息反来 皇帝和满朝文武大惊失色 这个非来皇子究竟是真是假 案情扑朔迷离 向来断案如神的包公 面对如此棘手的真假皇子案 究竟如何揭开其中的重重迷雾 确认皇子身份的真假 天津财经大学李伟光教授 为您揭示这惊天大案的真相 讲述正说包公之真假皇子 公元1050年4月的一天 北宋都城汴梁的大街上 像往常一样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各地客商云集 一派繁荣祥和的景象 但突然有人当即号称自己是当朝皇帝宋仁宗 唯一活下来的皇子 这让所有围观的人都大吃一惊 如果这个人真是皇子 那可能是将来的皇位继承 如果是个冒充皇子 那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消息传到皇宫中 宋仁宗和满朝文武也都大惊失色 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皇子 究竟是真是假 堂堂一个皇子 又怎么会流落民间这么多年 他又如何证明他的皇子身份 面对如此扑朔迷离的案情 向来断案如神的包公 究竟如何可以断得这样一个棘手的真假皇子大案 他真的能够让这样一桩北宋王朝的惊天大案水落石出吗 天津财经大学李伟光教授 为您揭示这九百多年前离奇大案的真相与内幕 讲述正作包公之真假皇子 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真假皇子 是一个发生在这个北宋仁宗年间的一个惊天的起案 这个事呢是出在皇宋二年 也就是公元1050年这一年的四月 这天呢 在东京汴梁 这是北宋的首都啊 大街上就来了一老一少 这老的是一和尚 他的法号叫全大道 这个哨的呢 是一个小伙子 他姓冷明清 冷清 这两个人呢 走一路 就把四周的人就召唤过来 讲演一回 说什么呢 这个冷清呢 就是自称是皇子 说我是当今圣上的儿子 如今呢 要面见圣上 认祖归宗 这个话一说出来 大家就感到很惊奇啊 皇上的儿子 现在谁不知道这个仁宗皇帝 没有儿子也没有立这个太子 你是哪来的 哪冒出来的 就敢自称是皇子 所以大家都持怀疑的眼光来看着他 那这个时候呢 全大道 从怀里头掏出了一件 龙凤 秀暴肚 说这就是证据 这是皇上亲手所赐 那什么是龙凤 秀暴肚呢 这个暴肚 就是这个 肚兜啊 就是过去古人穿的那个内衣 他拿出来的这个肚兜呢 它上面秀的什么图案呢 秀的是龙和凤 大家一看这个都服了 为什么呢 能用 敢用这个龙凤的 只有皇家 这是最有力的证据啊 所以大家就不由的 不信 说这个还真 可能不是在这懵事 这个全大道呢 面对人们的这个提问呢 就进一步的就解释 他说这个冷清的母亲呢 原来是一宫女 后来呢 被皇上所临幸 这以后就怀了身孕了 可那个时候呢 突然这宫里头发生了一场火灾 出了事了 就遣散了一批宫女 遣散的这批宫女里头 就有冷清的母亲 当时还是个宫女 那么他出宫以后 就生下来了冷清 所以这个龙凤秀暴渡啊 就是皇上当年 作为物证 亲手遇赐给这个宫女的 如此离奇的事情 究竟是真是假 在当年的历史上 果真发生过 这样一个传奇的事件 这一切究竟是民间传说的演绎 还是确有其事 面对汴凉街头 越来越多的围观人群 面对这样一桩 涉及皇家体面和秘密的棋手档案 主管京城事务的开封府 究竟会如何处置 那么这两位一老一少 在东京汴梁的大街上 大呼小叫 说是皇上的儿子 这件事在历史上 是确有其事的 在续资制通建长边里头记载 一家子冷清 自称皇子 言其母常得姓夜庭 有身而出 生清 这生了冷清 都市聚观 因为你说是皇上的儿子 自然是引来很多人的关注 整个街上 大家都围观这件事情 他们在这讲演 周围围围了很多的人 很热闹 但是究竟是真还是假 谁也说不起 这件事很快就引起来开封府的注意了 这俩人的行踪觉得有点可疑 当时开封府尹 叫钱明义 钱明义 说这两位是从哪来的 在这捣乱 把他们抓起来 这拆一去就那锁链的一锁 把他们就抓起来了 这两位也没跑 就好像是 挡着 你赶紧来抓我 这两个人就很快就被带到了开封府的大堂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很有意思了 一般的人进了这个开封府的大堂都感到很害怕 很紧张 是不是 可是这个冷清呢 一点也不害怕 大摇大摆 就进来了 进了大堂 他一眼就看见这个钱明义 正坐那大堂那要审案 就冲他大喝一声 钱明义 你目无四君 该当何罪 四君 就是说我是皇太子 这个钱明义还没开口问案 被人家给大喝了一声 感觉一下就没反应过来 紧接着他反问 你是何人 敢在我大堂之上 跑下 没想到这个冷清 他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紧跟着又冲他大喊一声 而且震着他这耳朵是嗡嗡直响 手下这个官呢 有个推官 就是他的副手 叫韩将 韩将说今天咱这领导怎么回事啊 脑子进水了 说让站起来就站起来了 你是审案的 你站起来干什么呢 就赶紧用眼色 就赶紧用眼色示意他 你赶紧坐下 这钱明义稀里糊涂又坐下来了 这件事呢 在续资质通建长篇里头 也有记载 说明义 补得入府 就是把冷清 抓进了这个开封府 赤明义曰 谁赤 前明义 冷清 明义安得不起 你干嘛不站起来 明义 为奇 前明义站起来了 那么这个前明义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给吓成这样呢 在官场上 这个前明义啊 他是一个出了名的小人 遇事总是从一己之私打算 欺软 怕硬 自私自利 满脑子就是升官发财 所以如今呢 在冷清面前 失态 也是在情理之中 那么回到后边呢 前明义就赶紧给皇上写这个奏章 说现在啊 有一人 说是您的儿子 现在要认祖归宗 您看这怎么办呢 赶紧十万火急呢 就抱进了宫里 宋仁宗 得到消息以后 惊得差点从那龙椅上 就跌下来啊 说我还有个儿子 在外边飘着呢 而且如今还要 还要认祖归宗 所以宋仁宗 马上命令前明义 严加追查 你给我弄清楚 这到底是真是假 是怎么回事 赶快向我汇报 前明义接旨了 可是其实他是 不愿意管这件事 为什么呢 你想啊 这件事如果是真的 这可以啊 这是好事啊 自己呢 还能得到些好处 皇上可能给自己点表彰什么的 可一旦是假的 自己又弄假成真了 这事可就太大了 这关系到皇位的继承人啊 这个罪责自己是绝对是 吃不了 兜着走 而且呢 还有关键的一点 这个案子涉及到的是皇家的私密 这种事知道的越多越麻烦 知道的越多自己越危险 所以根本前明义他就不敢 也不想去审这个案子 可是现在呢 皇上发话了 让自己审 那硬着头皮 审呗 前明义问这个冷清 说你是谁 那我是皇子啊 你是皇子怎么二十多年以后才来认祖归宗 那我妈才刚刚把这身世告诉我呀 那好 那你拿出证据来 这不有这个龙凤秀报度吗 这一件不行 你再拿这系别的证据来 别的证据没有 审到最后呢 这个前明义呢 恼羞成怒 就威胁着要动刑 那么冷清呢 这个时候表现的就开始语言癫狂 发起风来了 在这个大堂上爬来爬去 满嘴的风化 这个前明义啊 越想识越害怕 说这个案子不能再这样审下去了 最后呢 他就琢磨出一招 说这个案子呀 审不了 我不审了 给冷清定一个精神失常 狂人无状 扰乱社会治安的罪 给他发配到 河南 到那儿边管 这样 把这个事推出去 把他了事 按照长颠上的说法呢 就是冷清 继而以为狂 送 入州边管 前明义想的是把这个事推出去就完了 可是呢 他把这个事呢 想简单了 因为这个案子呢 你还没有审清楚了 朝野上下 大家都在关注着这件事呢 大家都大眼瞪小眼的看着他 没个结论呢 这时候你就想逃避责任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啊 仁宗在这个时候省态度 皇上这时候的态度呢 表现得有点暧昧 那么如果要是把冷清这个 当成了真儿子 这个 这个显貌的很大 确实解决了自己现在 没有太子的这个难题 可是万一他 这个假的 那赵家的江山可就 改了姓了 这是大事啊 如果他是一个 真皇子 却被这个 断案的时候给杀了 这个事 还更大了 自己好不容易有个儿子 又被给 给治了罪 将来自己肠子 就得毁清了 当务之急 是先把这个案子 审清楚 到底这其中 有着什么样的秘密 这一案件事关重大 而这自称皇子的人 虽然手中有着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据 但却又举止奇怪 一会儿微风淋漓 一会儿又颠簧不已 究竟这个人是不是宋仁宗的皇子 心中急切的宋仁宗究竟会派谁来查清这桩棘手的真假皇子案呢 网告之后继续讲述 那么这个满朝的这个文武选谁断案最合适呢 他就环顾身边的这些文武大臣 看了一遍以后呢 他把这个目光就定格在两个人的身上 这两个人就是包公和赵盖 这么多的文武大臣 宋仁宗为什么单单选中包整和赵盖这两个人呢 这里边说起来可是大有讲究 第一包公善断案 这是出了名的 原来包公啊 在地方上做官的时候 断了很多的案子 竟然就没有出过一件冤案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民间甚至就是传说呀 只要是老包出马 没有他断不了的一案 所以选这个人来断案那是最合适的 第二此案干气重大呀 关系到皇室的很多机密的事情 必须要选一个老成持重的人来做包公的助手 这个人谁最合适呢 就是赵盖 赵盖这时候的职务呢 是汉林学士 说起这个赵盖来呀 在宋朝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赵盖这个人呢 性情比较敦厚持重 沉默寡言 不爱说话 但是呢 在大家的这个 在人们的这个心目当中 这个人很可靠 所以就这么一个人 来协助包公办案 应该说是最合适的 第三 包公和赵盖 两个人是同年的近视 老同学啊 而且平常两个人呢 关系处得也挺好 一个人善于断案 富有智慧 一个人呢 老成持重 把什么事情交给他 就像进了保险箱 他不会跟别人说 像这种涉及到皇家机密的事情 很多的案子 你得有一个人在旁边监督着 随时呢 要把情况向皇上报告 这个人谁最合适呢 赵盖 所以包赵两个人合作办这个案子 那是 株连必合 是最合适不过了 宋仁宗选人呢 他还是选对 那么当天晚上 仁宗呢 就把赵盖包整二人 招到了皇宫 给他们交代 让他办这个案子 唯一重托呀 包公和赵盖接纸 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呀 连夜组成了一个专案组 来布置破案工作了 这个冷清案呢 破起来应该说难度不小 这个难呢 首先实际上最难 就难在他仁宗皇帝自己身上 这个宋仁宗啊 没有儿子 他曾经生过三个儿子 都没活下来 最大的 没活过三岁 每个儿子生下来 赶紧认命他为王 希望他能长大 但是都没有长起来 儿子没有啊 丫头生了一大堆 有十几个公主 所以宋仁宗心里 他也着急呀 皇帝有没有儿子 这关系到国本呢 所以不能只是把宋仁宗 他这个啊 这个这个身边三公六妾 这也是七十二嫔妃啊 跟无数的宫女发生的关系 这也不完全是好色 他还是个政治任务 必须要完成 可是问题就来了 跟皇上发生过关系的这个宫女啊 实在是太多了 而这个宫女呢 她是流动的 宫里头有什么事儿了 比如失火了啊 出什么大事儿了 有时候就遣散一批宫女 遣散出去的这些宫女 有的跟皇上发生过关系 而且呢 得到过皇上遇刺的那个龙凤秀暴度 所以这出宫的宫女手里头很多都拿着这个东西了 可是出宫的时候 他怀孕没有 出去以后又生下孩子没有 生下这个孩子是男是女 这些情况啊 其实都是一本糊涂账 宋仁宗自己他也说不清楚 冷清这个事情呢 把他摆在眼前 仁宗自己也不好判断 到底是真儿子还是假儿子 所以呢 包宫就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 这个冷清的母亲 是不是被遣散的宫女 这个遣散她的时候 遣出宫的时候 她有没有怀孕 那个龙凤秀暴度 是不是皇上亲手所赐 遣出宫以后 她生为生孩子 这个怀孕生产的日子 是不是能合得上 这个冷清呢 是不是皇上的龙肿 所有这一切都得把它搞清楚 这个案子才能够 把它搞得水落石出 包宫啊 是丙竹夜战 熬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一早呢 包宫把手下的人叫过来 如此这般呢 吩咐了一番 把他派出去 把这个差役派出去了 紧接着呢 这个老包啊 又细细的查阅文献资料 把各方面的信息汇总起来 下面的情况也随时报上来 侦破工作呢 开始有条不紊的开展起来了 要说呀 包宫的确是一个破案的高手 仅几天功夫 这个线索就逐渐的明细了 然后顺藤摸挂 这个冷清案呢 很快就破了 包宫究竟是怎样发现了 这一桩真假皇子案的蹊跷所在 究竟又是如何破了 这一惊天大案 我们暂且不说 后面自已交代 只是这一桩扑朔迷离的大案 他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究竟是什么人 为了什么样的目的 自称皇子 而这个皇子 究竟是真还是假呢 那么这个惊天大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长边上的记载 他说盖其母王室 常执意宫尽 尽中火 叫宫中啊 着火了 出之 就是被遣散出宫了 嫁民冷序者 嫁给了一个叫冷序的一个人 这人是个医生 所以后来叫朗青 他姓朗 始生女 后生青 就在开始的时候 生了一个女儿 后来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就是朗青 青漂泊庐山 数为人言 数为人言 几十弟子 多次跟别人说 自己呢 是皇上的儿子 故福徒 号 全大道者 一个法号叫 全大道的 这个和尚呢 邪之 入京师 欲 自言 阔下 按照这个记载呢 这个朗青的母亲呢 原来的确是一个宫女 在后宫 服侍 所以她呢 对宫里的这些真实的情况 很清楚 那么被皇上临姓以后呢 也确实是因为宫中的一次失火 被放出宫了 被遣送出宫了 然后呢 她就嫁给了一个叫冷婿的人为妻 几年以后呢 她生了一个男孩 这个男孩呢 就是冷卿 冷卿自幼 不愿意读书 整天是东游西逛 有一天呢 她就逛到了庐山附近 庐山上有一个和尚 这和尚就是全大道 把她给收养了 那么这个全大道 为什么要收养这个冷卿呢 原来呀 这个全大道表面上 她是一个和尚 实际上呢 她是一个行走于江湖的行骗之人 就盘问这个冷卿的身世 冷卿就告诉她 自己的母亲呢 原来是个宫女 然后呢 就被遣送出宫了 生下了我 再接下来就是全大道了解到宋仁宗确实是没有儿子 而且皇上亲自几次到这个新国寺啊 去求神拜佛 祈祷神灵啊 能够赐给自己一个儿子 那么宫女 冷卿 还有皇上吴子 没有立太子 这几件事 几个人物把她串起来 全大道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非常难得 如果要是把这个冷卿给她包装一番 然后让她进京 面见皇上 皇上一旦认了她为自己的儿子 她将来就是唯一的皇位继承人 自己呢 也就可以跟着沾光升官发财 所以呢 全大道是越想越兴奋 一个计划在她的头脑当中就逐渐的形成了 那么这个计划呢 按照全大道的这个构想要分几步走 第一 要对这个冷卿呢 进行全方位的训练 让他起码表面上看起来像个皇子 好在这个冷卿这个小伙子呢 很帅 很漂亮 稍微打扮一下就很像样子 然后再交给他一些宫廷礼仪啊 官场的规矩之类的 那么一个假皇子包装成了 第二 进京城以后 先要设法进宫 见到皇上 这一步非常关键 皇上只要见到冷卿 觉得他确实是有点像自己 这个事就成了一半了 而且他手里又拿出来了这个龙凤绣暴度 这是物证啊 那么就很可能勾起来皇上的旧情 这事儿可能就全成了 就成功了 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第三 如果进宫困难 这皇宫大院是很难进去 是吧 如果要是进宫困难 见不着皇上 这怎么办呢 那就实施第二步 第二套方案 就是在京城的大街上 到处散布谣言 说冷卿是皇上的儿子 力图引起来官府的注意 让官府把我们两个人给抓进去 只要抓进去以后 皇帝必定过问 一定要派官 追查这个案子 这件事情的真假 这个目的同样可以达到 第四 如果这个事情被揭穿了 或者是被严重怀疑了 这个时候可以说 这个事情已经露出危机来了 就是可能半步成 如果这个事情半步成 就得想办法撤身 撤退 得留后路 所以一旦发现苗头不对 那就让自己要马上给冷卿 发出信号 让他装疯 在这个大堂之上胡闹 让官员感觉这只是一个疯子 一个神经病 胡闹而已 所以最后他可能就是说 你这不是什么大罪 但是必须要承担点法律责任 判他一个流放边管 也就得了 不会深究 如果弄好了 自己和冷卿还可以全身而退 两个人经过周密的准备 以后就下山了 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 那么入京以后 他们很快就发现 第一步这个计划 根本就执行不了 这个皇宫山宅大院 他根本就接近不了 别说近期 接近都接近不了 所以只能马上启动第二套方案 那就是在大街上 到处传言 说冷卿是皇帝的儿子 引起社会的广泛的关注 这个成功了 而且马上就引起来了开封府的注意 钱明义把他们俩抓进去 他们俩非常愿意自己被抓进去 抓进去以后 钱明义果然审案 审案的这个过程当中 钱明义还真的是被镇住了 马上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了宋仁宗 宋仁宗可以是在第一时间知道了 有这么个案子 在外面有一个人自称自己的儿子 那么事情到了这个时候 好像都在按计划来进行 可是后来开始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了呢 就是这个证据显得有点不大足 拿来拿去追来追去 就是每一件肚兜 再多的拿不出来 在这个时候 应该说全大道士非常有经验 他马上意识到要坏事 所以毫不耽搁 马上就给这个冷清发布信息 冷清接到他的这个信号以后 就在这个大堂之上装疯 说疯话 满堂的爬 像个疯子似的 应该说这个目的也达到了 就是钱明义真的相信了 或者是他宁愿相信 他是个疯子 真的就判这个他们俩呀 到河南边馆 也就是流放到那个地方去 如果要是这个判决要是生效的话 他们被送到河南 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 可是呢 没想到最后出来办案的是包公 这一下他的全盘计划就都被打乱了 包公把一切都调查得清清楚楚 冒充黄子的全盘计划 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 但是这个假冒黄子的计划 看起来很周全 似乎没有什么漏洞 包公究竟是如何发现了其中的破绽 让这样一桩扑朔迷离的王家大案 大白于天下 广告之后继续讲述 这个阴谋设计的再周密 也有疏漏之处 包公是怎么发现其中的破绽的呢 问题呢 是出在冷清的母亲那里 我们前面说 包公曾经派出一个助手 到民间去了解情况 到哪去了呢 就是到冷清的家乡 到他们家去查了 这一查呢 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从冷清的父母 长辈朋友 街坊邻居那 就了解了一些戏情 那么这个线索是什么呢 就是冷清的母亲呢 在生冷清之前 她还生过一个女孩 也就是冷清呢 同母异父的这个姐姐 这个线索非常重要 然后就是调查那个宫女怀孕 宫女怀孕 出宫 这个日期是在宫廷的档案当中 是可以查到的 然后再查她是不是怀孕 这个起居柱上 大概是记了一笔 当时怀孕了 然后包公就给她算日子 这个一个人怀孕到出生 多长时间 在那个时候 再看看冷清的那个姐姐 她多大 这一算的结果呢 答案就水落石出了 那个宫女生的第一个孩子 只能是那个女孩 她才是皇帝的亲生的女儿 而不是生了一个皇子冷清 那么冷清跟宋仁宗之间是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 整个事情是一个骗子 那个和尚全大道的底细呢 是包公在文献资料当中查到的 这个长编当中说呀 这个全大道呢 他的法号是全大道 那么他的真名呢 叫高纪安 纪安乃放庭君人 先因最绝配顶州 顶州啊 就是今天的湖南长等 就发配到那个地方去了 寻阙入京 脱雇放庭 专以幻术交接权贵 说这个高纪安呢 原来当过兵 后来因为犯了事呢 被发配到湖南 以后呢 他谎称自己身体有病 就办了一个 就是说免这个发配的这个这个罪 就回到了开封府 到开封府以后 他就从事专业的诈骗活动 而且专门结交权贵 办了很多坏事 所以他这个和尚呢 是个假和尚 而且是一个真骗子 至此 案子宣布搞破 包公连夜写成奏折 臣奉主查明 高纪安教所冷清 假冒皇子 事实清楚 政绩确凿 二人军供认不讳 一律当斩 人宗准奏 于是呢 包公下令 狱中提出高纪安冷清 雁明正身 绑复刑场 执行 斩首 这案子就结了 那个钱明义怎么样呢 那个钱明义就是开封府引出了个大丑 是不是 宋仁宗啊 说他坐引经师 无威望 说这么一个人实在没有什么能力 没有什么威望 怎么能领导得了一个开封府呢 所以就把他给贬了官了 贬到哪去了呢 说起来非常好玩 贬到了河南 冷清高级安眉去呢 他去了 这个轰动一时的贾皇子案呢 就此收场 在真实的历史上 包公的死因究竟是什么 会不会是被他生前得罪过的人所使 包公死前 当朝皇帝所赐的良药 与包公的死会有什么关系呢 而相隔九百多年后 包公的遗骨神秘出现 而后又为什么神秘消失了 包公的子孙 究竟又隐藏在历史的何处呢 天津财经大学李伟光教授 为您揭秘 包公生前身后的 这一桩桩神秘血涵 讲述正说包公之 包公之死